再來關心總統馬英九之前提出 希望台灣能夠創造低碳家園 還有非核家園的雙贏策略 而今天在立法院的這個未還委員會 就針對了這項政見舉行了公聽會 有不少的學者專家 還有民間團體都充分的表達意見 不過就有教授直接點名 要同時做到低碳還有非核 是不可能的事 這兩個東西呢是不搭嘎的 OK 我們不可能同時要非核家園 又達到低碳家園的這個目的 管他是誰說的 不搭嘎就是不搭嘎 清大教授黎敏話說的坦白 同樣身為新北市河安會議委員的他 直接點名要做到公聽會的訴求 低碳又非碳根本不可能 面對專家學者與反核團體各說各話 國民黨立委王玉敏連忙出面還家 今天如果既然召開這樣的公聽會 我本身是很希望說 大家可以基於一些事實的原則 大家來討論清楚 我們必須很務實的看待 我們台灣有什麼樣的條件 我們處在什麼樣的狀態 德國能我們不一定可以 所以德國政府是風力加太陽能 剛好提供穩定的電力 希望利用再生能源取代核能 不過學者也提出執行上的難處 再生能源很好啊 再生能源它真正的麻煩就是 我們要看老天吃飯 即使是冬天東北季風最多的時候 常常老天還是不給我們飯吃 這場公聽會從官方的環保署 台電到民間的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和綠色消費者基金會都有派人參與 雙方相互闡述觀點 環保署長沈世宏就呼籲 不管意見如何 希望大眾能藉由公聽會 看到一個理性思考的專業平台 優電TV 陳婷玉佳妮 台北報導